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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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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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么我们这边呢 今天会讲解到的就是 属老虎 属兔子 属龙的朋友 名字要避开什么五行的文字 ok 然后呢 也要避免选用什么样的字 尤其是属龙的朋友啦 好 那给大家认识一下我们康泰开运能量馆呢 我这里的直播呢 是从吉隆坡这边的康泰开运能量馆 给大家做直播的 那如果没有认识我们的 不知道我们在哪里的 或者想看一下我们的内部的装置啊 我们的中心啊 康泰管是长什么样的 都可以到我们的YouTube channel里面 记得去订阅 因为里面你可以发现到我们康泰是 什么样的一个导览的视频啦 感谢我们制作这个视频的同事啦 然后还有呢 之前各种各种佳珍在 这个与佳珍谈心灵的直播的短片 都可以从里面找到 好 而且都设计的很好喔 三五分钟 很短 休息时间 放工时间 或者是 开车时间 不要听广播 直接想要听一下 学习一下 什么是心灵学嘛 都可以直接这样子开来听 好 那所以等一下过后呢 就要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YouTube 是长什么样的 但是大家呢 是可以直接去到我们的channel 去找到我们 你可以打康泰开运能量馆 或者康泰Gallery都可以找得到我们的哈 好 那么呢 宇佳珍谈姓名的话呢 我们的直播呢 最重要的呢 其实还是 重点要先给大家知道一下 康泰取名呢 是根据什么方式跟方法在取名的 那康泰姓名学呢 主要是以生效为主 好 我们不是看八字 不是看笔画 因为既然我们中华的文字呢 是源自于图形跟图案 它自己就有它的意思跟能量了的 所以我们最主要的呢 是需要使用者本身的出生日期 年月日 然后呢 我们就可以对照看得出 你的名字有没有合得到你在用 小孩还没有满十六十八岁 名字有没有不充到父母亲 好 因为呢 小孩的名字呢 会直接对父母产生一个影响力 越小影响就会越大的哈 所以从这边加征准备的这资料里面 可以看到中国文字 连现在的小学生都有学到 课本里面也都看得到的 田就这样子四方格子啊 中间画一个十 就像我们从高宫看到那个田地一样 它就是一个图形跟图案的演变 像里面的人 木 水 火 其实都是源自于图形图案的一个 演变 写成现在这样子的写法 所以既然文字呢 它有它自己的图形图案 有它的读音 有它的意思跟能量 那我们直接就可以对照的出 分析的出 这个名字的能量 有没有合适到你在用 从它里面的密码 其实当然可以更仔细更复杂 可是呢通过加征的直播呢 就要简单的容易的 让你从基本就可以掌握到 怎么看到这个文字 有什么意思在里面 然后有没有合到你在用了哈 那我们继续再看了哈 所以名字的影响力 其实就像加征刚才提到的 名字它的灵动力影响力是非常大的 就像我们出去介绍我们自己 是以名字作为一个称呼 作为一个代号 它是一个符号 可是你要它只是一个符号 而这个符号是要带给你帮忙 带给你帮助 带给你机会 还是你要这个符号 总是带很多的挑战 讲好听是挑战 讲不好听就是很多挫折 很多问题啦 出现给你吗 那这个就看你的选择了 你有没有福气有没有福报 有没有机会可以认识一个 合到你的学术跟方法 然后认识到了你又没有这个福 有没有这个福分要接受 让它能够成为你其中一个很好的工具 就像汽车 你把它换好的零件 你给自己身上穿好的衣服 可是这个一辈子它不会坏的 可以一直帮你 吸引好的磁场能量的这个隐形的衣服 这个名字你有没有用的对呢 所以就看你要怎么去投资你的人生 你的能量 你的整体的这个影响力了 所以中间这个字出现问题的话 感情路就不好走了 婚姻就容易出现状况跟问题 如果名字的第二个字 就是最后一个尾字出现问题的话呢 你再怎么忙都足不了钱 你很多时候有想法有能力 可是你就很难发挥 怀财不欲啊 有志难生啊 打江山给人家做 其实都有可能 都有在这边产生这个影响力的 所以朋友们 如果你觉得你是有能力的人 你是愿意付出的人 你是愿意积极去行动的人 可是总是遇到不合适的机会 总是没有办法遇到好的一些人员啊 或者是说机会啊 或者是你怎么去发挥发展 都很难有起色啊 请你给自己一个机会 了解一下你的名字 有没有产生了一个阻碍的影响力 那少一些阻碍力 我们就会多一些助力 那你想要完成的事情 就可以更容易的去做到 或者是去达到你的目标 好那我们既然要进一步的再讲到 不同的生肖有什么文字合适 什么文字不合适的话呢 就一定不能够逃过五行相生 五行相克的这一个环节了 但是呢 嘉珍不是要你去背 你不是需要做到像嘉珍 这样子去完全的去分析一个 每一个人不同的名字 不同的那个生肖 配搭的 不需要 但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嘉珍叫你三秒钟 学会五行相生 OK 那什么叫三秒钟 随随五行相生呢 那我们常常就念 金木水火土 对不对 OK 我们改变一个念法 跟着嘉珍一起 我们这样顺着这个图表的 一个顺序的方式来念 来 木火土金水 再念一次 木火土金水 好 是不是三秒钟 恭喜你 你已经会了 五行相生了 OK 其实把顺序转一转来念 你会发现很简单 木生火 OK 木材着火了 可以起火 钻木取火 对不对 火生土 OK 火烧完了变成灰烬 就像化土了 入城了 所以变成土了 土生金 所有的金光银光 都在我们的泥土里面 酝酿出来的 所以土可以生金 金生水 我们怎么去记得呢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这个金属 如果你放在冰箱里面 OK 你拿出来 一冷一热的过程当中 它可以产生水珠 OK 所以金生水 我们可以用这样的方式 来去记得 这样子去理解 OK 或者金用再高的温度溶解了 它都会变成液体的状态 OK 所以金生水 好 那水生木 其实呢 曾经在想 所有的植物啊 所有的生物啊 OK 比如说我们的菜吧 水果 不是从泥土长出来的吗 为什么会是说水生木呢 不是土生木呢 可是其实大家进一步想一想 水根法 OK 其实现在已经发展到 那些蔬菜 那些水果啊 OK 一些的种类呢 你只要提供它营养液 不需要泥土的 提供营养液 它照样是可以生长的 OK 所以其实最重要的是 所有的养分都有在水里面 然后呢 提供给这个植物的生长 生物的生长 就可以了 所以水就可以生木了 OK 好 所以五星相生 我们因为这样子的理解 会不会比较容易 比较简单 哈 好 所以五星相生这样子去理解 就发现它其实一点都不难 我的小孩 我这样子一教他 他马上回去就背了 然后马上会了 然后回去 他就可以写出来了 然后就可以我看功课了 一样 所以其实五星相生只是这样 那我们为什么会讲到呢 就因为我们会要告诉你 为什么这个生虾不能用 不合用 不可以用这些文字 好 所以先知道了哈 好 五星相克 为什么我们又会说它影响到健康 从家政的这个图表里面呢 你会看得到 每一个五星 都代表着不同的身体的部分 OK 好 所以呢 你会看到土啊 跟脾胃有关 金呢 跟肺踏肠有关 然后水呢 跟肾膀有关 那么还有呢 来布呢 跟肝胆有关 最后呢 火呢 其实是跟我们的 啊 心小肠有关 所以不同的五星 其实是跟身体的不同的 脏腑 五脏 六腑 有关系 所以为什么呢 如果呢 我们的明智 出现充刻的能量的时候 就是 如果你本身呢 你的生肖是老虎 老虎是带着木的能量的 可是你的明智里面有很多的金 金就像斧头 斧头去砍了树了 啊 这样子 你的明智 就会影响到你的感情 你的人缘 也包括了你的健康了 从这一点 会不会比较容易明白啊 举这个例子 就是让大家知道 这个相克 会有这样子的能量的产生 你不需要去死尽阴被 但是你要知道 它有这样子的影响力就可以了 所以这是为什么 如果你说到性命学啊 生肖学啊 还是你说到 嗯 条理啊 综艺啊 其实都离不开五行 因为这个就是整个宇宙的原理 我们地球的一个真相跟元素来的 好 所以你会看到我们康泰开运能量馆 我们的开运性命密码的设计 这个logo 这个标志的设计 就包含了五行不同的颜色的象征跟代表 不同的生肖的图形图案能量在里面 含有生肖代表着生肖的那个天干地支 地支 子丑银卯 成是五味生有虚害的文字 都把它注解在里面 而全部都归于一个太极 太极生两仪 两仪生四象 四象生八卦 好 嘉珍其实没有很仔细去研究易经学术 可是告诉大家所有都是息息相关的 而这个其实就是整个宇宙的原理跟真相了 那我们只是浅浅的把我们懂得的这一个部分 天干地支五行的部分 运用在你的名字上 其实它就已经可以发挥影响力了 所以这是我们中华学术的博大精神 好 那我们进入了我们今天最重要的主题了 属老虎 属兔的 还有属龙的朋友 OK 什么样的名字 什么样的五行 先从五行开始 是要避免的 首先我们先看这三个生肖 主要的这个五行的能量是木来的 OK 所以嘉珍用青色来做代表 所以变成现在这样子看上去好像不是很明显 藏在里面了 OK 好 老虎兔子跟龙矮藏在树林里了 这样子记好不好 OK 所以他带着木的木材 木的一个能量在里面 可是你看到这边是不是有个工人 他用什么来砍了木了 锯 电锯 锯子是用什么做的 金属做的 OK 所以我们说木的能量是记金的 OK 如果你的名字里面遇到了这些文字 我们先看这几个文字 如果你的名字里面有金字布的 像里面有玉啊 铃啊 锁啊 银啊 或者是铜啊 锦啊 心啊 OK 这些字直接我们先看到的都有金字布 OK 这是凡几字的写法 几几字大家应该都懂了 因为是很相似的 所以只要有这样子的金字布的写法 无论你是写简体还是繁体 它带金就是金了啦 OK 不用安慰自己 好 所以有金字布的字 你是这几个生肖的 那它会影响到你什么 你的肝 你的胆 那跟着容易有胆固醇的问题 睡眠的问题 或者是胆结石的问题 这些都是跟肝胆木有关的 而金刻的木了 你身体的这些脏腑就容易出现状况跟问题 所以第一条件 应该是说从五行的条件 我们直接就可以看得出最重要的就是 数这三个生肖的朋友们 切记不要取这样子的不守的名字 OK 因为呢 金木是相克的 这个克呢 影响了你的健康 那再来我们说 既然它们是属木的 那么另外一个 你克了什么五行呢 就是属木的跟什么 什么样的一个五行还有再充克呢 也是要避开的 好 那我们说 就像这一棵大树 长在泥土上 下面生了很多的根 所以为什么在斜坡上呢 我们要防止那个泥土流失 就要在上面种草种树 因为要用它的根来抓住它 不要让它所流失 所以这个呢 就是说木刻土的这个原理了 所以你会发现 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 我们运用这个五行的元素 我们可以防止很多的灾害 我们也可以防止很多的问题的产生 我们如果懂得好好的去运用的话 好 所以用在名字这边 属老虎属兔属龙的朋友呢 是寄名字里面有土的 因为这样子是直接充克 充克了什么呢 如果刚才还记得佳蓁提到的 我们的名字三个字 就代表我们身体的部分 如果你自己本身属木的 你的名字里面用到土这边的字 就像这边举的例子 有土这边的字 云啊 培啊 法啊 或者是基础的肌啊 坚强的肌啊 坚强的肌啊 直接看到有土的嘛 那你就会影响了身体的不同的部位了 在姓氏这边影响的是你头部的健康 如果你的土字不出现在中间 名字的中间 影响的是五脏六腑的地方 如果出现在最后一个字 影响的就是你的下半身 腰部以下的位置了 所以土木是相克的 取名字也要注意不要用到这样子的五行的文字了 好 那所以先说到这边大家都可以基本上理解了 五行充克我们要避免的就是 鼠木的老虎 兔子跟龙 要避免用土字边的字 也要避免金字边的字 好 这是简单却直接的给你知道 如果你说 我的名字到底有没有土啊 有没有木啊 直接看到没有哦 这样到底有没有藏在里面呢 好 今天佳蓁的与康泰 与佳蓁 谈姓名的直播间的今天呢 是免费做分析的 免费分析你的名字 OK 所以如果在姓名学上 你有这方面的疑问的话呢 如果你想要直接在Facebook里面留言询问 可以 佳蓁等下的时间呢 就再做分析讲解 如果你觉得 我想要私下的去做分析 可以通过我们的Messager 可以通过我们的Facebook 可以通过我们的WhatsApp BChat 都可以找得到我们的话 就把你的资料发送过来 那佳蓁呢 会慢慢的再跟你做讲解 做分析 给佳蓁的时间 最重要你要留下通讯记录 你的电话号码 我才可以找回你了 好 那 好 接下来我们就要举例子了 OK 在这边呢 所有的线上的朋友呢 我这边举的例子 会讲的是重点 因为我不可能把几百个文字 都把它放在这边 对不对 但是里面的图形图案 我会跟你细细的说 那我说的时候 你就要举一反三 你就从那边去看 诶 我有没有这样子的形状的字 在我的名字里面 哈 有没有这样子的字 在我的小孩 我的身边的亲人里面呢 如果有的话 你可以先做一个观察 因为性理学是统计学来的 它不一定说一百巴仙的 也可以说它不是一百巴仙的 可是它占了一半以上 这样子的生肖 用到这样子的名字 就容易出现问题 所以你要去观察 如果是从很身边很亲近的人 你就变成不只是能够观察到 它的表面上是怎样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说 这个名字是破婚的 影响感情 可是你从外面的人看到 不错 他们夫妻很好 感情很好 可是你怎么知道 关心门来 他们在房间有没有吵架 有没有意见不合 有没有闹冷战 电视剧也看到很多这样的剧情 对不对 所以其实真的 在这边 家政也不会做一百巴仙 可是至少一半以上的人 遇到这样子的一些文字的组合 不合到自己的生肖的 或多或少 或者是时间上的问题而已 它会容易发生 它会容易吸引 如果你提前知道的 要么你就做好心理建设 思维上的改变 沟通上的准备 不然的话 你就借力 用好的名字 帮助你能够减少这样子的事情的发生 好 所以首先我们先来讲了 属老虎的女性的宝宝 朋友家人们 什么样的文字你要避免不要使用 好 我们开始了 来首先举例 OK 这个是我们刚才提到的 金字边的文字 所以这边举了全部的例子 全部包括有金字部的 像玉分 好 这个金字部的玉 还有那个分方的分 下面有把刀 有没有看到 刀是不是金属做的 所以其实也是带金的 而且这把大刀呢 容易出现 雪光开刀的风险 特别是最后一个字 就会影响到身体的哪里 来 还记得吧 身体的下半身 腰部以下 就容易出现这个风险了 如果在中间那个字 就是身体的脊椎跟骨髒 身体的中段这边 容易会有受伤或开刀的风险 因为这是直接的冲克 冲克的能量呢 是排第二的 因为第一是什么 第一是生肖跟生肖的冲 就好像子午冲 老鼠跟马冲 然后毛友冲 鸡跟兔子冲 这种冲 这是最大的经济 第二大的经济 就是五行冲突了 好 那所以月灵啊 金培啊 银 这个是窑 OK 银窑 所以这些都是有金有土的 OK 这个窑 窑树的窑 对不对 有土 三个土在上面 这个呢 也是有机会冲克的 所以这样子的文字 我们要避免了 好 再来 那这里大家一定一定要记得 OK 如果你可以拍照 你要screenshot起来也可以 这个字呢 其实是 刚才佳蓁讲的第一大冲突 里面有遇到生肖的冲突的文字了 OK 属老虎的 不管是男的女的 其实哈 不喜欢遇到跟猴子有关的字 OK 好 不喜欢遇到跟 这个 走这边 其实这个走这边是什么 是蛇的能量来的 不喜欢遇到跟蛇有关的字 OK 好 那么也不喜欢遇到跟猪有关的字 其实这个家里的家常在猪的能量 因为很少人这个取名字叫阿猪阿猪的 我也不可能把它写出来 对不对 但是如果你去查看繁体字的猪怎么写 繁体字的猪就有家里面的这个形状 所以这个字 像这样子的字 是不合适给老虎的朋友来用的 OK 还有不喜欢遇到这样子 你看这个虫 这个虫也代表蛇 所以也很少人直接用蛇来做名的 对不对 但是蛇是不是有虫字布 其实这个虫字布呢 是代表有蛇的能量藏在里面的 所以来记起来 如果你身边的女宝宝 男子女子都好 男人女人都好 OK 上司长辈都好 OK 所以名字里面有跟猴子有关的 跟蛇有关的 跟猪有关的 跟猪有关的 蚊子的弧形 都不适合用 都容易出状况的问题 要么就破婚 要么就破财 要么就容易出现身体的血瓜 或者是说容易出现健康上面的问题 OK 这是第一大禁忌在这里 第二大禁忌在这里 OK 好 加珍多把这些概念重点都给你知道了 那这边提到 就是属老虎的朋友 基本上也不喜欢遇到的 OK 比如说这边有个豆 对不对 OK 这个豆代表的是五骨 老虎吃五骨的吗 老虎吃菜的吗 吃菜长大的吗 不是嘛 对不对 它是以肉为食的 所以在名字里面 跟五骨有关的字 对老虎来讲 不是很大的冲突跟伤害 却是很大的损失跟牺牲 你得不到 你看得到 你吃不到 就像你肚子饿 你看到机会 你没有办法去拿到来 让自己做得到的意思 吃得饱的意思 好 不喜欢夏天 老虎夏天 就被狗欺负了 OK 胡若 胡若平洋被犬欺 有没有记得这一句 之前加珍在讲解的时候 名字要注意什么的时候 也有举了这个例子 OK 那还有不喜欢欲人 不喜欢遇到龙 龙虎相斗 这个成 这代表是龙 成龙 OK 好 不喜欢遇到羊的字 OK 是会太弱了 太虚了的了 好 所以这边举的例子就是 属老虎的朋友 主要是这边举的是 比较女性化的名字 有这些文字都不适合用 好好的去观察 属老虎的朋友 如果你的名字里面有这些字 有这些字里面藏着的图案 然后你不是很确定到底是还是不是 趁着今天我们有免费的这个分析 可以跟我们康泰做联系跟联络 我们会安排 接下来的三件的时间里面 为你做讲解 为你做分析的啦 那当然快的话 今天有时间的话呢 加珍呢 就再跟你们做回复啦 好 所以拍下来了 拍下来 好 下一个 那还有很多 没有办法一一举丸 可以直接来问 好 接下来我们要说属老虎的男保 男家人 男的女人 OK 男的长辈啊 男的上司啊 好 什么样的名字不合用 OK 那我们说不合用 不合用影响什么 婚姻感情事业人员健康 OK 好 就看你是犯上多大的一个程度的这个 冲克或是不合 好 来这边第一行的举例呢 就是像刚才我们提到的了 什么样的五行的文字不合用 金字不的字 土字编的字 OK 不合适用作名 冲克 容易遇到感情的问题 事业的问题 健康的问题 所以金字编的字不合用 土字编的字不合用 好 再来这边呢 哎 这个是其实是第一大冲克 我虽然放在下面 因为今天他不是主角 OK 好 可是呢 这个的影响却是最大的 注意喔 这边啊 像这个 这个我们叫四字步 OK 绳字步 或者我会常常讲 礼貌的李懂不懂 礼貌的李的这个步手 啊 这样子很多人就会知道 OK 好 这个四字步其实常在猴子的能量来的 OK 好 又多一个提示给你们学了 好 所以四字步的字不能够用 这个有虫有蛇 这个有家有猪的意思 然后这个走这边有代表有蛇的意思 所以蛇猪老虎是不喜欢遇到的 还有老虎也不喜欢遇到猴子 所以这一些字不鼓励用 OK 好 再来 还有这些字也是不合适用的 龙虎相斗 老虎育人就准备受伤 好 准备会破坏 好 老虎开口伤己物伤人 OK 遇到走之步啊 遇到羊啊 这些都不合适 OK 所以 看下来 这些文字的图形能量都不合适属老虎的朋友使用的 影响了什么 影响了你的事业 财运 家喻 你的健康 你的人缘婚姻感情 容易出状况 OK 它不一定现在马上就已经是 它也可能只是时间的问题 而如果你发现已经是产生了影响在你的身上的话呢 既然这个是后天取用的名字 何不给自己机会有一个改变 OK 你给自己机会也等于给你自己身边的亲人有个机会 爱女的人不希望看你痛苦的 你爱的人 你当然要保持到自己好好的能量 你才可以去照顾他呀 对不对 好 所以 好好的去认识一下我们的性命学 因为名字它就影响了我们整个身体状态 整个身体的状况 也影响了你整个事业财运健康人员各方面的发展 以及你的健康 好 所以追换到家真呢 在性命学这边的话呢 也要跟大家说一下的就是 很多人也会问 我的名字不好咧 改名有用吗 我用了这么久 我用了几十年哦 很难给人家改口 很难给人家换 等下人家不认识我咧 或者人家问很多问题咧 等等等等等等 好 那我们想一下 其实 如果你这个名字已经用了这么久 你真的也已经印证了 已经发现了你很多的状况跟问题 跟分析出来的结果是一样的 比如说分析了你的名字 你的感情是容易出问题的 你的钱财是守不到的 你很容易破财的 甚至你的健康很容易出现问题 而你在分析了过后呢 你发现对耶 都有咧 很多都出现了 那你继续用下去 会有很大的改变吗 如果你生活上一切的条件 你的思想 你的态度 你的行动还是保持一样的话 你没有任何的改变的话 那条路是去到哪里 其实你是自己可以预测到的 对不对 好 那么就像家正讲的 我不会说名字是完全的一百八千 去主宰你的命运 可是 如果 这个工具 你可以用的 你没有选择用 那你就必须在其他的方面 要做进一步去改变 对吗 比如说 我可以像马云这样 不屈不挠吗 被拒绝了一百次一千次 我还是那么的积极去看好我的 把我的眼光锁定在我的目标 我还是那么去努力吗 如果当时放弃的话 现在就没有阿里巴巴了了 没有淘宝了 大家没有这么便宜的货物可以买了 对不对 好 可是有多少人有这样子的毅力 有多少人像皮尔盖斯 有这样子的头脑 对吧 所以我们希望 我们当然要像成功的人看齐 不是叫你不要去看齐他们 可是在你的生活当中 你还是需要去解决问题 你要面对问题的 那既然你可以拥有一个好的工具 去做得更好 何不给自己能够更快一点 更舒服一点 或者是更多的机会来帮助你成功 对不对 所以性命学就是这样的一个作用了 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的能量能够更饱满 能够希望自己心想事成 能够希望自己能够如愿以偿嘛 可是在这个过程里面 你需要去努力 需要去拼搏 你可以用一个好的工具 所以名字 这是一个隐形的衣服来的 不管你愿不愿意 它的影响其实就是存在的 因为从家政这十多年的经验里面 你选择了一个好的名字 你去用 你真的有改变 你拿到了一个好的名字 你不去用 其实你的改变是不会出现的 这是真的 就好像我们有的朋友 太太叫他改 名字数字都改了 拿回家放在厨柜上面 不要去动 不要去用 过了两年三年回来的时候 我们鼓励他你何不拿去用 你都跑车驾回家了 你却没有把它拿来开 你怎么知道他有没有效 那你不要用名字先 你先用数字先 至少你选择一样东西 可以改变的东西先拿来用 结果好彩他听 用了过后 很快的看到他的事业财运上有起色 荣光焕发的回来找我们 所以你会看到 这东西的能量 名字和数字 它的能量存在就是存在了 你有没有要跟它连结而已 你有没有要去用它而已 你用了你的生活就有改变了 问题是你要现在改变 还是五年后改变 还是十年后改变 还是等已经来不及了 过后想改变都改变不了 这个就由你来决定了 好 所以佳蓁觉得我的使命 我的任务就是告诉你 有一个好的东西 那要不要接受 这口饭你要不要吃 会不会饱掉看你的选择了 好 所以取一个新的名字 其实就像艺人取艺名 笔者用笔名 你多一个名字再用 你并没有丢掉你自己的原本的名字的 就像李白跟杜普 也原本不叫李白跟杜普 可是很多人就认识 因为容易明白 因为这个名字让他成名了 对不对 所以你就用一个合适的名字 就像和声的音符穿上去而已 介绍而已 签名啊 阿哥帕瑟来了 签个名字 多用他而已 那你会发现 你的改变就会开始产生 即使是不懂华语的朋友 用了我们的名字 一样可以有改变 只要他愿意接受了 这是真实的 佳蓁的客户 佳蓁的朋友 很多时候已经变成朋友了 新加坡的也有瑞士 越南 或者是去到澳洲 不同的地方其实都有的 只要你愿意接受而已 所以名字不会决定你 有没有桃花 我们讲桃花 其实不是外遇 不是第三者 桃花其实是贵人的意思 就像我们讲的 他可以把对的合适的人 和到你的人 带到你的身边 但是你要把他当成出回的对象 还是你要把他当成生意伙伴 还是你要两个人 有一个修成正果 这是看你的决定的 但是他能够决定你桃花的好坏 就是你能够 从你得到的好的人员里面 去决定你要怎样去运用 去发挥去发展 一样的名字不会决定你 赚钱是多还是少的 可是他会带给你比较合适的机会 让你比较顺利可以赚取 去做到你要做的事情 这个是我们说 信用学给予我们的帮助 跟帮忙来的 OK 好 所以很重要的 佳蓁一直每次都要重复的提 合用的名字 就像我们生活上的工序 就像厨师的拆刀 就像修车员的什么呢 OK 只要你用的对 用的好 用的合适 用的顺手 四半功倍啦 OK 如果不合适的话 就反过来咯 四倍功半咯 你要付出很多很多很多 你才可以看到你的结果 好 好的名字 必须加上 幸运的四大原则 就能够创造好的运势 幸运的四大原则是什么 OK 请你去我们的YouTube Channel里面去找 或者从我们的Face书里面去search 在佳蓁之前的 康代性名学 讲这个 佳蓁谈性名的时候就有提到 但是我觉得 YouTube应该比较容易找得到那个片段 你应该打相关的文字就找得到了 幸运四大原则 这个跟你的情绪跟态度是有关系的 OK 所以好的名字 加上幸运四大原则 就能够创造一个好的运势了 你就容易去到 在对的时间 去到对的地方 找到对的方法 OK 那所以好名字 好心态 加上你的行动力 一定要有行动 你希望能够有修成正果 希望有伴侣 可是每天都宅在家里 又不要去认识人 Message又不要回复 又不要去text 又不要去认识 那你怎么样可以遇到好的人呢 OK 那个人来到你那口敲门 你不开 你怎么能够跟他修成正果呢 好 可是佳蓁真的有这样的例子 那很可爱的就是 他取了好的名字 刚开始也是没有要用 也是没有用对方法去用 我们都苦口婆心笑了 可是他没有 可能他没有get到 没有认识到方法 没有去做 可是后来佳蓁细心的跟他做 我follow回他 叫他你要去用 你要去做 你要去冲凉洗澡 你要去写 OK 他用了过后 哎 结果很快 他遇到了一个伴侣 而这个伴侣 原来已经找了他整年多了 他终于才遇到他 OK 也有这样子的例子的 所以你要去运用的时候 你的吸引力就会出现了 好 所以所有取名字的朋友呢 其实呢 你会获得像这样子的一份金册子 OK 打开你人生黄金的一面的册子 OK 所以我叫金册子 所以康代的金册子里面呢 就会有你的名字 你的选择 你的注解 OK 然后再来呢 你也可以 从里面呢 可以知道哪一个 为什么会选这个名字给你用 不是随便乱点鸳鸯 在那边抓到这个就给你的 他有他的意识的 有他的能量的 会解释在这边清楚的给你知道 让你可以认识跟明白 明明白白的去用 明白的话呢 就不叫明信 不明白的才叫明信 OK 好 所以康代的令理观念 我们希望每一个 不管你是从网上认识到我们的 还是你走到进来 我们康代能量管的 或者只是从电话联系 online 现在太需要了 online联系的朋友们 在我们这边 你都可以得到希望 可以得到欢喜 可以得到信心 只要你有疑问 我们愿意询问 我们愿意为你解答 但是你要听 你不要问爽 好不好 所以你愿意询问 我们愿意为你解答 我们愿意给你方法 但是你就要带着积极的想法 跟态度 愿意去改变的态度 去接受 不然的话 你真的只是问了 不要有行动的话 你真的只是一个问爽而已 你不会有很多的改变的 真的 好 但是当然 我也明白有的人说 可能我真的不能接受 从名字开始咧 那没问题 我们还有其他的方式 跟方法可以给你 就看你愿不愿意来询问 愿不愿意来接受而已的 好不好 可以啊 好 所以佳蓁台姓名先讲到这里了 OK 所以呢 如果大家对姓名学有疑问的话 欢迎你可以message我们 dex我们 跟我们联络 提供你的名字 你的出生日期 我们建议你只是分析你自己的 或者你结婚了 分析你的小孩的 或者你觉得你非常疼爱 喜欢喜爱你的父母的 想要了解你的父母的 OK 你可以询问关于他们的名字 朋友 或者是以外的这些关系的话呢 尊重个人的隐私 尊重他的决定 你告诉他 我们有这样子的服务 我们有这样子的分析 让他决定了 然后他自己来跟我们联络 这样子会比较好 好 可以哈 那接下来呢 佳蓁呢 想要进一步的给大家知道 还可以从别的什么管道 认识到我们康泰开运能量管啊 以及我们接下来的一些新的动向了 好 所以呢 其实呢 你会发现在我们这边 我们不是只是跟你讲命令 不是只是跟你讲玄学 其实他只是一个开始 只是一个其中一个启动的能量 如果我们说我们为什么要帮助一个生命能够更好 嗯 从一个角度来讲 从家政的观念来讲 从家政的角度跟你理解来讲 或者是说我想要表达给大家的程度来说 我们有了这个生命 我们有了这个人生 就像是一个缘分 这个缘分是不分宗教的哈 不管你是天主教 基督教还是你是回教还是佛教都是一样的 所以都不能够确保你死后会是怎样 或者你也没有学会和知道你死后会是怎么样 可能你能够拥有的是什么 不是已经过去的你的学历 不是已经过去的你的生活 然后也不是以后还不知道的 会不会发生的你的美好的未来 或者是你可能想到以后你会很悲惨 你会想到你80岁过后就会躺在床上 OK 那也不管你想的是什么 那也是以后的事情 那我们有的是什么呢 我们有的只是现在 而现在这个我呢 可以为我自己这个生命做些什么 我要让时间一分一秒的过 每天打电话 每天玩电话 看手机 或者是看韩剧 有时候消遣需要 相信也是蛮喜欢看韩剧的 但是你不是把生命只是用在这些消遣的地方而已 我要怎样让我的生命更加有意思 我不一定要去造有很大爱 我不一定要说我一定要去造福社会 贡献国家 也许这个对一些人来讲 他不一定是他的理想 他的目标 他的方向 但是没有人会愿意让自己痛苦的活着 对不对 如果有的选择的话 我当然是希望我能够实施在开开心心 健健康康平平安安的生活 可是他也不是 也不是一定是天掉下来给你 一定就是你的 所以为什么我们的人生当中都有功课 就像有钱的人也不一定真的快乐一样 没有钱的人也可以生活得很快乐的 可以说每个人的功课不一样 每个人的福气不一样 福报不一样 但是我们圣而为人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优势 跟优点比较起其他的生物 就是我们可以思考 我们可以学习 我们可以让自己很快的进步 OK 你让一个职务去听经文法 听经文法 或者是让他去上大学的课 把他搬到博士的教室里面 他能够学得到吗 他能够开得到 开的那个博士的学术 写到一个论文出来给你吗 不可能的 猫猫狗狗 职务 他是不能够做到这一点的 可是我们的人 如果你愿意学习 他其实是有机会的 也有人七老八十了过后 为了完成自己的梦想 回到学堂里面去读中学 去读大学 去拿博士 也是有的 只要你愿意相信自己 有这个能力 有这个潜能 对不对 所以呢 我们人生可以通过学习而圆满 这是为什么在我们康泰开育能量馆呢 我们会提供一系列的一些成长的一些课程 一些课堂 主要的目的就是把你这边给建立起来 让我们能够开通我们的想法 看到更多更多 可以让自己生活更美好的一些方式 ok 那么当然 其实我们也可以说 这个CMCO也让我们创造了多一些 多一个方法 让大家可以学习 就是我们也开通了我们的 线上的学习的课堂 ok 那我们的康泰灵系成长课堂呢 是由我们的老师 同时他也是一位法师 上法下宣法师来做主讲的 那我们说 像我们的老师 像一位有经验的大师学习 为什么有说他有经验呢 从1992年出家 如果没有计算数的话 至少28年的出家的这个时间 那在这边的话呢 我们的老师我们的师父呢 不断的精进在宗教上佛法上的学习之外 更多的更多的可以说是近年 他更深入了更深入的也从各个方面 从灵性的角度 心灵的角度 然后也从我们身体物质 皇帝命经 OK 物质的角度 怎样去调理 怎样去架构好一整个人的身心灵的健康 就像是把你这整个人完整的提升上来 这个就是我们的老师要带给大家学习认识跟知道的 所以你会发现很可爱的在我们这里 你不单只是能够通过玄学 命理学术 甚至是风水 去调整好你的个人磁场 环境磁场 你也能够实在的从知识上的学习 让你自己整个人的内在充满能量 充满灵性 充满知性 充满智慧 只要你愿意来学习 OK 好所以呢 我们要向大师学习 对的人学习 这样子我们才能够往前走得更好 就好比你参的是一般的赌徒 那你学会的就是赌博 OK 如果你参的是喜欢到处旅游的 那你能够学习到的就是一起出外旅游 或者听他们讲故事 你也可以知道各国的风情 各国的民俗 OK 你也可以能够认识更多世界各地不同的知识 对不对 而如果我们跟大师学习 你就能够跟他学习到的就是生命的价值 生命的灵性 我们只要让自己生活生存的更好 活的更好 甚至懂得好死 这是我们前几个月的课堂 亡灵系列的那个课堂里面 我们其中的一个学员的分享 我懂得怎么死 我懂得怎么好死 OK 好听起来可能很可爱 然后很好笑 可是其实真的 与其你恐惧害怕死亡的到来 不如你学习怎么去面对看待死亡这回事 对不对 这是没有人可以避免的 他只是时间上的问题而已 而且这个东西你学习起来了 甚至你可以把这样的知识 这样的思想 这样的一个方法跟方向 交易给 交给你身边亲近的人 认识你的人 愿意接受你的人 或者你爱的人 好 那么呢 其实呢我们从7月份开始就一直有办这个课程了 本来我们的一个新的系列 其实呢我们从 他天啊 展颜到佳蓁都不记得原本这堂课是要几次开始的了 好 这是从9月份开始 本来我们从10月份开始一个新的系列的课堂要开始了 之前的上一个系列是7月8月9月3个月 新的呢 系列是从10月要开始的 但是因为这个CMCO重新开始 就是马来西亚的这个管制令啊 OK 不能够举办活动啦 不能够举办聚集性的一个研讨会啊 活动啊 工作坊啊 这些 所以我们呢就 就只好把我们的课堂暂停下来 展颜到 一 要看我们的这个管制令的这个限制及时可以结束 我们才可能有现场的课堂 OK 可是在没有现场的课堂的时候呢 大家可以怎么样 其实我们可以有线上的课堂的学习的 OK 大家呢 其实来到我们的 comtai.com.my我们的网站 OK 网站的上方呢 就会有这个灵性成长课堂的这个标签 嗯 OK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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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它叫标签啊 这个标签 你只要点一点进去 你就可以看到我们会有不同的系列 已经 已经有录制好的线上的视频 好 但是大家放心 线上的视频其实是很清楚的 并不是以现在加之呢 这种方式呈现的 我们的线上视频呢 是以zoom的recording 就是记录 zoom的那个过程 你会看到讲师在旁边 你会看到很清楚的 电脑版的这个资料在旁边 好 你会看到很清楚的这个画面 好 那个文字图 文字的叙述 文字的设计 文字的设计 图案的设计 你很清楚的在这个我们的课堂里面 能够看得到 OK 能够学习得到里面的精华 里面的知识 我们的老师的那个录音呢 也会尽可能的都是很清楚清晰的 让大家可以学习起来 而且我们的制作团队很用心 我们把它分成不同的 大概一个片段大概一个小时啦 又不能太短了 一个小时这样子 然后呢分段上载 而且呢你可以不断的replay replay再 replay 只要你报名参加上了我们的课 你进入了这个页面 对页面 你进入这个页面 你就可以找到很多的不同的系列的 一整个系列的那个课堂在里面 它会有不同的主题在里面 然后就会有不同的连结 可是朋友们 如果你还没有报名的 你的email address 还没有交到我们的手上 还没有正式进去连结的话呢 你点的是看不到的 OK 因为这个的设计呢 是给有报名参加的学员们 有付费参加的学员们呢 你才可以点的才会开得到的 用回你的那个YouTube的频道 就可以打开了 重点是你要有报名 要有给我们资料 我们有帮你输入 你就可以点开看得到 OK 那如果你说我想先了解咧 它是什么一回事咧 有没有一些精彩片段可以看呢 有的 你去到我们的YouTube channel 直接去YouTube找我们CounterGallery 你可以找到我们的一些课堂精选 你可以听到一些短片 那么呢 你就可以进一步的去认识我们了 好 所以我们的线上课堂呢 上一次我们有四堂课 上个系列的四堂课呢 是跟亡灵有关 死亡有关 教我们怎么好死 对 好啦 应该我们更准确的说 教我们怎么去面对死亡了 其中就包括了何为祖先迫害 因为我们讲到死 我们就会想到亡灵 想到亡灵 想到亡灵 我们想到我们如果是传统家庭 OK 其实传统家庭 嗯 我们说祭司祭班祖先 这回事呢 它其实不跟宗教有直接关系的 只是很多时候我们会点香而已 OK 好 那如果你不要用这样的方式 用纪念的方式 OK 到它的墓碑或设立一个牌围 再加纪念 点个头 这样子其实也是一种纪念 也是一种孝道来的 尊敬尊重 呃 呃 饮水思缘 OK 类似这样子的意思了哈 所以其实我们就会讲到祖先 那么如果我们讲到灵魂 难道这个只是在佛家道家里面才有的吗 不是的 在国外的研究 连电视都有做了 都有做所谓的魔鬼呀灵魂 这就灵 灵性灵体的部分呢 是存在的 OK 是存在的 科学已经开始都有验证了 只是这边加上没有去收集资料 放出来给你而已 自己上网搜索很多了哈 好 所谓灵魂是存在的 而灵魂它的存在呢 它就会产生能量 就会产生影响 而 祖先祸害的这个课题呢 我们要跟大家讲的就是 祖先的这个灵的能量 是真的存在吗 它会影响我们什么 它真的是带给我们保佑吗 OK 所以 人死后会变成鬼吗 我们很多的问题 很多的疾病 会不会是所谓的灵的影响呢 那如果是有修行的人呢 为什么还是会碰到干扰呢 OK 在里面我们都有做这方面的讲解 OK 还有什么是邪气致病 我的病是不是真的是因为来都耶啊 是不是真的被干扰啊 被影响而来的啊 为什么不会好啊 我怎样可以避免我自己的小孩 我自己的家人不会被邪气影响啊 OK 这里里面我们都有提到这方面的观念跟知识 好 还有什么是黑能量的影响 黑能量不是只是我们讲的负能量 不是伤心难过恐惧而已 它讲的其实也是会有关系到所谓的灵的能量 也有关系到我们自己本身的那个能量磁场水平啊 我们的频率有没有够高 怎样可以够高 因为你够高你就不会被影响 就好像正能量的人只会吸引正能量的人来 负能量的人就吸引负能量的人来 是这样子的意思啊 好 所以呢 我们会告诉你不顺的事情是不是都跟黑有关 人死后的话真的会变成鬼吗 人死后是去哪里 会进入怎样的境界 上面有七层 下面有七层 中间有三层 你会在哪里 你要怎样去到你要去的地方 好 受邪气影响的症状是什么 其实呢 有的人来找到我们的老师 因为本身是法师 找到我们的师父 他觉得说 我是被灵干扰的 有东西跟着我 可是 我们的老师其实是一位看得到的老师 有阴阳眼的老师来的 OK 他是后天修为来的 所以呢 他就会说 你们很多时候都以为 是所谓的邪气阴气在干扰你 可是其实是没有的 是没有看到有的 很多时候是自己创造想象出来的 OK 这样子的话呢 你要怎么办 好 所以呢 我们的老师不是叫你一味的 只是去相信 只是去懂 什么是因 什么是 叫你去认识什么是因 什么是灵 也会很客观的 很真实的告诉你 什么情况下 其实不是来的 这样子 你才懂得怎么去辨别 或者是你懂得怎么去 稳定住自己的磁场跟能量 不被影响 好 死亡后 何去何从 人死了 会是怎样的 死亡后是上天 法治下地狱 自杀后的人是去哪里 好 为什么说不要自杀 OK 所以我们从这边的学习观念 因为我们可以认识更多 跟死亡有关的客厅 而真的 死亡有的时候 不是家政说要诅咒还是什么 真的是我们不懂 它几时会发生的 对不对 家政的朋友 家政的同学 在中学的时候 中学毕业后的某一天 在这几年里 突然一个电话 我的同学就这样子睡觉 睡觉就这样子没了 是真的也是这样子存在着的 OK 所以 既然我们有机会认识跟知道 那么我们其实就给自己去把握 这个因缘 这个机会 这个福气 给自己去学习 特别现在我们的科技这么发达 即使我们的课堂也许之前 我们的课堂其实已经过了 直接现场的课堂 可是这个姿势呢 它是不会过期的 它是一个真相跟真理呢 是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的 OK 好 就像千万年来死亡不断的在发生一样 既然我们必须要面对死亡 必须要经历死亡 那么我们可以提前去认识去学习 去知道什么是死亡 好 所以呢 这边呢非常鼓励大家呢 去参与我们的这个课堂跟课程 有很多的一些这些课题呢 这些记录我们都留存在我们的Facebook 也留存在我们的YouTube 你从里面可以找得到来听来认识来知道 OK 然后呢 记得去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常常会上载一些新的记录 新的短片 让你能够方便认识跟知道 有兴趣的一点就开 暂时没有时间的过后再开 至少你知道我们有一些新的 新的节目和新的视频上载了 好 所以我们的线上课堂呢 非常方便 这个课程呢 是以粤语功夫话 广东话来说的 OK 因为呢 所以是用华语给大家讲 上课我们是用广东话的 所以你可以通过面子书上课 可以通过YouTube OK 现在我们都把它统一设计在YouTube了 OK 那么国外的朋友呢 中国的朋友还是国外的朋友 是用百度的 都可以用百度来上课 OK 我们的学费呢 其实真的是公益价 因为所有这些设计啊 设备啊 拉线啊 硬体设施 软件设施 我们的那些 呃 我们的那个人员的安排 种种都是需要一个费用 才可以维持下去 才可以制作这么多的一些影片 短片给大家来学习的 所以呢 我们这个真的是一个公益价来的 好 希望大家通过这样子的一个学分和费用 来学习 让自己能够有改变有成长 我们甚至有的朋友呢 在YouTube里面你可以找得到 他说 都有大师 都有老师 愿意出来教了 你还不学要等几师 有时候这不是只是钱的问题 有时候你有钱 也不一定遇到对的对象 对的老师 所以这个叫明师指点 有明师指点 好过你读万卷书 有时 因为你不会融会贯通 你读了就是读了 但是没有进到脑里面去 如果有一个融会贯通的人 把他集合了 好好的从浅到深 举很多的例子好好教你 你不是更能够明白吗 好 所以所有的这些 我们一堂课呢 是麻痹六十零级 那么我们之前的课堂呢 有优惠 报名三堂课送一堂课 所以你只需要给三堂课的课程 可以上四堂课 好细节的部分 再问我们 再问我这里就可以了 好 所以今天的直播呢 我们是免费的名字的 这个分析跟服务的 想要了解的 赶快跟我们联络了 我先看一下 我们的这边的记录 OK好 非常感谢线上的朋友 OK好 过后呢我们的这个直播呢 也会上载到我们的那个面子书 想要了解细节的话呢 也可以到我们的面子书去 看我们的那个直播记录 然后这边加征用一点点的时间 给大家知道看一下 怎么找到我们 首先这个是我们的网站 website 你只需要打www.contact.com.ny 你就会来到这样子的页面了 OK我们就会把我们的新的资料 新的知识 新的一些服务产品等等 把它上传设计在这一边 OK那大家会看到这边有个灵性成长课堂 等一下拿错 OK大家看到这里哦 灵性成长课堂就是在这边可以找到我们了 OK灵性成长课堂你只要点进去 然后跟着呢 跟着呢 等一下 网络不给还没有给力等等 OK来到了你会看到目录了 OK目录里面呢我们目前有两个系列 一个是灵魂系列 一个是灵魂基本极构系列 OK即将来到的这个了哈 我们会不断上传了哈 OK我们先来点开系列一灵魂系列 OK好大家可以看到灵魂系列里面就有刚才加征说的这每个课堂都有在里面了 OK7月份的是什么课堂什么课题 然后每一个学员专享 一字字书什么 报名了的学员你才开得到哈 OK你不要开了开不到了开不到了 然后就在那边生气哈 其实这是要报名的 报名了要给资料我们你才可以开通得到的哈 可是上面的这个呢 课程的那个短片呢精彩片段这些是免费收看的 你可以点进去可以去看 或者去我们的youtube可以去看得到 OK所以我们已经报名了的学员也非常方便 你可以直接来到这里直接点就可以去看了 OK只要这个记录还有在 只要你都还有持续的在学习 只要你没有超过了你的学习实现 OK你都可以开得到了哈 我们一般上公开的会告诉你 你报名过后的两个月时间里面 两个月够了吧两个月 每一天重复一堂课大概是五个小时 然后你每一天都看一个小时 你还可以重复看很多次耶 好所以呢报名怎么报名 你从这边点这个链接也可以报名了哈 报名点进去打开贴你的资料 然后你banking那个钱 或者你用paypal给钱也可以 banking的钱 然后send这个message去去whatsapp 用这个号码sendwhatsapp给我 给我们这里就帮你进一步的安排就可以了 所以每一个课题都在下面都有可以找得到 好不好 所以我们的设计非常的方便 OK 然后来那个基本灵性的结构系列 这个已经开始了吧 还没有哈 好我们的系列 第二集将带来审美正式开始的哈 正式开始了会来通知大家 好 那当然我们还有很多的我们的活动天梯啊 OK 我们讲性名学 性名学的资料都有在里面 然后里面有很多的一些见证 一些分享一些记录都有在里面 所以呢 大家可以从我们的网站里面 呃全方位的去认识我们的康泰开运能量管 OK 所以有很多的一些讲解啦 解答啦 见证啦 好都有在里面哈 好所以www.khongtai.com.my 是我们的website 好再来我们的youtube channel在这边 OK 你去到youtube.khongtai gallery 你就看到大大个的我们的康泰开运能量管了 然后你选择video video这边你就可以看到历史以来 我们都有上载在这里的所有的短片 啊包括佳蓁论姓名的很多的精彩的片段 三五分钟的都把它分开来放在这里了 如果你说哎我不要这样一个个看呢 我要一次过看呢 也是可以找得到的哦 Facebook找得到或者youtube 找得到哦 完整的那个记录 OK 好 那OK哈 比如说你看到哦 10月11号 OK就在这边 看到第二行的这里 OK 像这种就是一整个咯 一整个那个记录短片 你从这里就可以看得到完整的 OK 从里面你可以找到很多啦 你可以去search 我们的老师我们的师傅的讲解 黑能量等于心灵上的困扰 看到这里了哦 好 所以你可以找得到我们的很多的记录片段 好 明年就将过年了 也许过 明年过年的一些讯息 过后我们也许 也会像去年的这个这样子上载到这里哦 OK 有方便的时候都可以来看得到啦 好 那最后呢 给大家认识一下 现在我们都是说 stay at home ok 好好的在家 不要拍拍照 不要到处都走 可是又想买东西吗 怎么办 我们一样有网店 我们在shopee这边有设立了我们的网店 里面的服务里面的产品 甚至是里面的价钱 可能都还比我们实体店来的便宜一些 尤其是他有做champaign 有做promotion 双11双12 OK 的时候呢 有一些特价产品 你在我们的康泰开运能量馆里面是可以找得到的 OK 你直接search康泰gallery里面会有我们的系列产品出来 如果你担心 等下我不要哦 我找到那些盗用康泰的名字的东西哦 哎 有时候我们出名的 有时候可能会出现了哈 OK shopee我不知道了哈 还没有特别去翻找了哈 但是 世明学其实外面有 嗯 所以大家还是找我们康泰能量馆是最标准的哈 来到我们康泰gallery找我们 找家政是最标准的哈 OK 好来 这边 你点进去你就会看到我们很多的hot deal percent OK 我其实也蛮喜欢shopee的了 因为它很容易很直接可以给你看到每一个产品 有没有offer啊 有没有价钱啊 虽然我们要花些时间把这个 这个东西的东西啊 是这个东西是什么啊 把它写进去 OK 点一点进去 你会看到 OK 有没有货 有什么作用 product description有 OK 有些只是有华语啊 来不及放英文啊 不好意思 有些有英文的就可以放进去了哈 好 那么感谢很多朋友购买了我们的产品了过后呢 会有给我们好的feedback 我们呢也会好好的去为你做讲解分析 最重要的是你买到的产品你有用 我们要教你怎么用 你要用出好的能量 好 这个才是我们真正开设本馆的目的 哦 那么我们说叫什么 嗯 嗯 嗯 我们提供好的服务好的产品 最重要是希望你有改变啊 这样子我们钱才花的值得 对不对 嗯 好 所以我们的产品呢也要提一下的 不是只是给你 不是只是做出来这样子就给你用而已 他都有经过进化的一个程序的 所以像这个产品 他有经过的进化 有经过的能量 注入 加持 或者是说 嗯 嗯 进化了哈 OK同意来讲 祝福过的哈 您说使用上来的话呢 他的能量启动会比较快 比较快有感应 比较真的可以发挥功效 所以你看我们这边的5G钱188一串 外面的5G钱可能30块才就一串啊 没有什么分别 呃 分别也不能我讲啊 所以我们有的客户呢 回来跟我们说 也真的不懂是不是真的这边哦 这里的产品呢 虽然会比较贵哦 可是我还是真的会感觉到 他会比较快帮助我 招生意 招人员 让我的工作很快有起色 或者是我觉得我的生活上有比较快的改变 OK 那不管是心理上 还是真实上 最重要是有改变 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花钱花在值得有改变的地方 所以 如果你不了解的 欢迎你随时过来询问 如果你想进一步的知道 不同的产品的作用啊 OK 你也可以来询问啊 好 那这边大家都明白了 至少可以从这三个地方 website shopee youtube 都找得到我们 那已经在面子书上的朋友 当然啦 Facebook也可以找到我们啊 对不对 可是如果你想要看产品的解说的话呢 我会比较推荐你来到shopee这边看 因为你可以直接买 直接就有offer 这样收在这里 那么这边的产品 基本上比较update的啦 就是有没有货 剩多少 这边比较update 那么从Facebook那边 你会看到我们的一些系列 但是有的可能还有存货 有些可能没有存货了 那我们还是会保留在那边 因为可能你订货是会有的啦 OK 不管怎样 有疑问直接询问是最好的 OK 好 那今天佳蓁的直播就到这里了 佳蓁讲的速度可能会有一点点快 因为不想有冷场 大家如果用youtube看的时候呢 是能够把速度调慢一点的 我想到有这个功能啦也是 好 那么今天是免费分析的一天 所以大家把握时间介绍你身边的亲友 把这个消息传出去 让大家可以趁着今天来这边 享有我们这个服务 免费分析自己的或自己小孩的名字 OK 好 最后感谢大家 OK 非常谢谢大家 记得收看 那下个礼拜会暂停一期的直播 我们过后会再继续哦 这段时间呢 就到我们的youtube 或者到我们的facebook去 找寻我们更多的一些视频的记录 增加自己的一个学习吧 感谢 拜拜